其实我在想要不要 就是 今天要不要搞那个邮件 刚好一年过去了一半的样子 对啊今天没开瘦脸啊 从来都没有开过 其实我有点怎么说呢 有一点害怕去 不是害怕 就是那种 敬相情窃的感觉 你知道吧 去看以前的邮件啊 怎么怎么样 你们懂我这个 因为里面的很多邮件啊 都会是最开始就是问问题嘛 后来就是 就说你还好吗 你在哪里呀 你怎么 差不多是这样 看着会有一点 感慨 催泪蛋 所以我现在 怎么说呢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本 东野的小说叫做解忧茶花 解忧茶花会 解忧杂货店 然后里面就是讲说有 反正这本书出了很久了也不算剧透啊 也没有什么剧透的 啊 其实就是 东野贵谷的那本 解忧杂货店 有点鸡汤的感觉 就是他有点治愈嘛 所谓治愈 有时候就多少加了点鸡精 他就是说有一个老爷爷啊 常年帮大家解决一些 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 最开始大家就是小孩子给他写信说 就像调皮恶作剧一样写信说 啊我怎么能够通过考试呢 我怎么能考一百分呢 后来有那种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 把自己真正的烦恼也写信给他 那个老爷爷是在一个杂货店里 然后一般人求助他的就把那个信 投在他杂货店的那个信箱里面 什么装牛奶的箱里面那个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他回信的时候也放在一个地点 然后别人去取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老爷爷去世了 但是那个杂货店呢 突然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 就是说 当有一天夜里三个小偷 为了躲避警察 逃到了这个杂货店 这个杂货店由于老爷爷已经去世了 那个杂货店就属于一种荒废的状态 他们进去了之后 那由于是一个叫做科幻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 三个小偷在这个杂货店里 在废弃的杂货店里 意外的接到了 以前的人投来的信 对吧 就是说 好像那个杂货店出现了一些时空错乱 三十年前 写给老爷爷的信 但是呢 被这三个三十年后的小偷 也是三个年轻人嘛 收到了 然后这三个小偷呢 就说 闲着也是闲着来的来的 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回答 这些人 三十年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他们的烦恼之类的 但是由于那个什么 他不能透露自己来自未来 但是他又知道未来很多事情 所以他就 也给出了很多 有意义或者说没有意义的 观点吧 回信就是回信 里面最好笑的 也不是好笑 就是比较那个 比较巧妙的一些点 也就是说 比方说 那个三个小偷 因为他们是回的三十年前的 那个信嘛 然后有一封信是说 一个奥运选手说 我的男朋友得了绝症 但是我要参加奥运 我不知道 我应该是陪男朋友 还是去继续训练 然后那三个小偷 就想 我记得你那一届奥运会 后来取消了 因为政治原因 哈哈 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练了 练了也没有用 就是有这种比较好玩的点 我没有看过电影 我只看过书 电影好像只有五点几分 书有八点几分 但我觉得书的 分稍微高了一点 他还告诉一个 一个陪酒小姐 也就是公关嘛 所谓的外围 那个公关 那个外围陪酒小姐呢 他就写信给这个 杂货店的老爷爷 然后被小偷收到了 他说我想挣钱 因为我有自己的原因哈 想快点挣钱 你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只有陪酒这一条路 然后那三个小偷就说 哎呀不要陪酒了 不要当当外围了 那男人靠不住的 我告诉你 以后东京的地价 会疯狂上涨 你赶紧买买入 然后到99年之后 又会泡沫破掉 疯狂下跌 在那之前你赶紧卖掉 就完了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这一段非常的 就有点像 我们经常做的梦 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不是偶尔也会做这种梦 说如果回到过去 能够回到过去 我要告诉我自己什么呢 说春节之前把基金都卖掉 什么2000年快去靖安区 买五套房子之类的 什么比特币全仓购入 就是这一段感觉有点 有点像我们普通人做的白日梦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东野先生 这一段还蛮接地气 但是又不是很高明 就是把大家的一些白日梦写进去了 说起来 这种理财方面的那种 我上一次不是讲了 我有一个 也是做主播的朋友 小姑娘 叫菠萝赛东 王菠萝 他不是说跟我 跟我说他挣钱了吗 对吧 然后我就想他都挣钱了 赶紧跑 果然没几天就跌了 王苹果 然后我昨天逛微博 又刷到他 他发微博 他说 我家人们 我的基金变成负数了 然后我心想就出现了一种 时空错乱的感觉 他又亏了 所以还是有点东西 他还送了我以前他在做的那个什么 御守 反向指标 他做的那个什么 这叫御守吧 他亏了 他亏了可以买了也不至于 要等他亏的比较惨的时候 就是我跟你讲 什么叫韭菜 小韭菜 大韭菜 韭菜开始哭的时候 你不能买 韭菜笑的时候 你看着韭菜大笑 然后觉得自己是鼓神的时候 你要赶紧抛掉 韭菜开始哭的时候 你不能买 韭菜大哭特哭 骂娘的时候 你也不能买 韭菜没有声音了 他说我老子已经不看了 那个时候 可以考虑 对吧 懂吗 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在骂基金说 干 怎么亏那么多 怎么跌那么多 我已经跌无可跌了 我已经每天 每天付好多好多 付10%的时候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那韭菜心还没死 然后如果说有些人说 我割了 干 不玩了 我走了还不行吗 我割还不行吗 玩不动了 那个时候 可以考虑 建仓 作为韭菜本人 要开始观察自己了 我其实还好啦 我还是正的 王菠萝赚的时候 我多赚一点 王菠萝亏的时候 我差不多就少亏一点 我就是比他 那个一点的那个 本质上还是一样的 说到割 我最近割掉了一点涨去科技 其实是教练帮我割的 教练是我一房管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初会把股票托付给他 就人生总是会有很多 回不当初的时候 但是呢他就是先给我买了涨去科技 亏了50%还是多少 最近割掉了 割了一半 好 我为什么讲到那个什么 为什么讲到那个解忧杂货店 就是解忧杂货店里面 那个三个误入杂货店的小偷 他因为时空穿越的问题 量子力学巴拉巴拉 他们回答的是30年前的问题 那我现在打开邮件 打开邮箱 我回答的 也是三年前 差不多三年前 你们问的那些问题 我不知道 我这时候的回答 对你们有什么帮助 或者说你们已经做出了什么错误的决定 就一种比较奇妙的感觉 也很希望就是说 在那个解忧杂货店那本书里面 那个老爷爷 就是帮大家解答问题的老爷爷说 希望当初曾经给这个杂货店来信的朋友 可以在多年之后再来一封信 告诉我 我的回答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你的人生是否因此产生了什么改变 也蛮好的 那我就打开一下 其实我看那个 看日本小说看的比较少 那个解忧杂货店在豆瓣平分8.5 然后挪威的森林只有8.0 我觉得还是挪威的森林写的好一点 都是比较流行的日本小说了 我会泪目啦 泪目的我会那个调 因为 还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 但实际上里面的 就是邮箱里面 我的邮箱是什么 陈一发888 at 163.com 但实际上我没有把这么几年的邮件 全部看完 一个是因为太多了 二个是因为我有时候看的 以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难受 就会 看到大家的关心我反而会觉得难受 我有时候就会没有去看它 你知道吗 比方说有一阵子我遭到很多误解 然后别人骂我呀 喷我呀 我都觉得还好 但是如果我看到别人关心我 我都反而会受不了 就是我的朋友啊 我的观众啊 那些不太懂的骂我 我就觉得 也不是说不在意 只是说坚强 但是 如果说看到那种 关心我的私信 反而会就是 就是 就类似于那种 比方说遭到严刑拷打我 叫我自横刀向天下那种 但是如果旁边的朋友出来说 哎呀你痛不痛啊 我就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当年的 来回答一些三年前的问题 有些我都甚至不知道 我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回答过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你也可以就算有些问题 过了好几年 然后 我的回答还会不会跟 假如说这封信我已经回答过了 会不会跟以前一样呢 还是发生发生了什么改变 你可以看一看还蛮好玩的 发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发发虽然在之前的 直言片语中 已透露了一丢丢 但还是不太清楚 一定也想象过 自认为很幸福很理想的生活吧 那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中的对象是什么样子 一起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 发发喜欢看星星吗 满天烦心那种 可是现在已经看不到 都看过吗 我是怎么回答的 我是不是失忆了 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 再回一次 再回一次 你们怎么都记得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不拉死我 你们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 唬我 我 我没有正面回答 我没有正面回答 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为什么不能正面回答 我当时这么羞涩的吗 我喜欢 你们 你们是不是装的呀 因为你们 就说我知道了 因为我 直播只直播了一遍 但你们看我的录像 看了好几十遍 所以你们记得比我清楚 不是因为你们记忆力比较好 你们的记忆力不可能比我好 高强都看录像 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 聪明一点的男生吧 我在想哈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如果我 如果我在剖析我三年前的我 如果说 我没有正面回答 一定是怕伤害到你们 有没有想过 我记得在 在很多年前 我当时说 别人也是问我 说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我当时好像就 起手 起手是出了一个 大学本科 然后有很多观众就愤怒了 你是不是瞧不起小学毕业 就是说你怎么瞧不起人呢 那时候我就很莫名其妙 我说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又没药房 又没药车的 就是说 是不是瞧不起带砖 但是这个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是提条件其实不太好 容易伤到人 特别是提具体的条件 特别是提具体的条件 你提一些所谓的那种优良的品质 但是 比方说我喜欢聪明一点的 大家觉得 哦 是我是我 我很聪明 然后我说 我希望他读过大学 好 然后你就愤怒地说 怎么了 考不上大学 就不聪明吗 瞧不起带砖是不是 如果再加一个什么 英语过了四六级的话 就说 崇洋媚外 瞧不起传统文化 瞧不起蓝绫 而且比方说外表 我说 我喜欢就是 我觉得形象就是什么 五官单正啊 什么身材适重啊 之类的 比较笼统的话 大家都觉得 是我是我 是我本人了 因为男人嘛 都觉得自己长得贼帅 但是如果你提出具体的要求 比方说我希望他的身高 不低于一米七二 大家就会说 我靠 这个沉一发 自己没有 自己多高心里 没点B数吗 相间何太极 你一个残废 还瞧不起别的残废了 就是这样 就不能 不能讲具体的数字 你才多高 你才多高 一米七一下怎么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有一米七吗你 所以你们觉得应该提多少 作为标准呢 我是不是只能说 啊我希望他 希望他是善良 那种 重感情 大饭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吗 有些说一米七二属实太低了 哎 我就不说了 你贼这种感情 然后我如果说希望对方假设好 就是那种常规的说法 希望对方有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毕竟工作还有一些上升空间的嘛 什么上进啊 什么之类 有上进心啊 努力啊 重感情啊 什么责任性强之类的那种套话嘛 大家都觉得 是我是我啦 但如果说年薪不低于多少多少 如果说出来的话 就说 我靠你这个拜金女 去舔你的有钱人吧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说 不能说真话 不愿说假话 只能讲废话的时代 自由职业不行吗 可以啊 我就自由的职业 而且一般一般还是就是要 到达一定的标准才能讲年薪好像是不是 比方说以KG的话就讲 讲月薪 以WG的话就讲年薪是这样吗 有些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不是说 不是说讨论没有意义 我是怕讨论出了结果 一爽 其实我觉得正爽也没有 我觉得正爽最大恶气 差点 最大恶气 就是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会说 哇明星挣这么多钱 科学家 挣得这么少 这个社会怎么了 应该把那个 应该把那个 那我在想是不是应该把明星加抄了 然后 然后按比例分配给科学家呢 那那那科学家的工资也不是明星发的呀 那你是要怎么样 均富卡了 就 搞不懂 乱七八糟的逻辑 你说我同意 就是说这两者并没有 并没有那个直接的联系 正的是 这完全不同的领域 正爽的主要问题是钱吗 是又不是 是吗 不是吗 我不知道 我是觉得他有点大病的 但是呢 总之总而言之最大恶极 踏上一弯之脚吧 就 嗯 我跟你们的那个想法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讨厌一个人 我不会想要他 就是 有一句话叫 好 现在也不适用 还是不聊他的 已经决定的事情再聊有什么意义呢 比方说 就是说有个有个演员演技很差 那么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怎么样呢 有些说给也死 我觉得你说的对 而不是 行 ữ